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美军高级政要的专机已经前往了亚洲 美国国防部正做准备船军机将直飞台北 解放军发出了备战的信号,无偿军演同时登场 习近平要发飙二十大连任之后再说 英中政治恶化大量的英商正与中国脱钩 耿爽在联大大骂个别国家制造紧张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香港媒体新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在华盛顿时间7月29号的时候 在国会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对即将出访亚洲感到非常的兴奋 但是他以安保为由不肯披露形成任何的细节 包括是否访问台湾 美国的媒体表示如果确定佩洛西访台的话 佩洛西将搭乘美国军机飞赴台北 美国国防部正在筹备各项的部署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拒绝评论佩洛西访台仪式 促请北京明智的管控台海分歧 而最新的信息显示专门追踪全球飞机动态的网站发现 美军一架波音C40-C运输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了亚洲 中途降落在了夏威夷的檀香山 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驻扎着美国空军第89空运连队 这是美国总统搭乘空军一号和海军陆战队一号的地点 另外美国的议员内阁成员高级军官等一些政客 也时常从这里乘飞机飞往世界各地 不知道佩洛西是否在飞机上 82岁的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被问及 是否会网闻台湾的时候 她重申不会事先张扬行程 她说我很兴奋 我们会到访哪些国家 你们稍后就知道了 而被问及北京做出了严厉的警告 佩洛西露出了微笑 但是拒绝回应 另外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日前的报道说 佩洛西率领团队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 台湾列为了暂定的行程 另外据报佩洛西还邀请了几位资深的国会议员随访 佩洛西是美国政坛的第三号人物 如果访问台湾 这将成为25年以来 踏足台湾的美国最高级别的现任政要 而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k 引述了三名知悉行程计划人士表示 美国国防部正在为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如果成行 他将搭乘美国军机飞到台北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星期三的时候表示 他已经与佩洛西交谈并且提供了安全评估 报道说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台海局势快速的升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没有正面的回应佩洛西访问台湾一事 重申希望与北京管理好台湾问题的分歧 他说总统拜登28号的时候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时候 表明强烈的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径 布林肯承认美中在台湾问题上有许多的分歧 但在过去40多年以来都可以管理好 相信两国元首直接对话是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最重要元素 好再来看一下解放军释放备战的信号 无偿军演同时登场 来自香港明报的信息表示 自传出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准备访问台湾之后 台海紧张局势加剧 据报不管行程最后是怎么安排美军都将筹备台湾型的维安部署 而中国大陆的学者指出 在中方密集表态中美元首通话之后 目前来看佩洛西访台的可能性不大 报道说实质解放军建军95周年的前期 解放军的新闻传播中心的官方微博 中国军号 东部战区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第80集团军的微博 80强军号 29号和30号先后发生 传递了备战的信息 而解放军从7月29号开始分别在南海 台海以及东海有五场军演 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也在7月30号的时候 发布了万吨级驱逐舰延安舰在南海演习的短片 此前曾经多次发生的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 在7月29号的深夜也在推特当中发文 说美军机和佩洛西专机如果进入台湾12海里上空 解放军拦截不成即可以发射导弹击落 不过他在7月30号的时候表示该文已经被屏蔽 而路特社引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科比 在7月29号的话表示 美国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将对台湾动武的迹象 白宫对于佩洛西的出访也不予置评 报道说中美问题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执行院长朱峰 向香港明报表示在中方密集表态中美元首通话之后 目前来看佩洛西访问台湾可能性不大 他指出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将至 佩洛西本欲通过访台来争取选票 但是事态走向说明他把亚太安全当筹码 将个人的政治利益变成了一场豪赌 他表示虽然说这造成了中美军事紧张 不过他也强调不主张中方过度的反应 以免擦枪走火 朱峰认为通过近日舆论战还有媒体战 连美国的前总统都发生了 他说中方的威慑目的已经达到了 而另外一面 根据台湾媒体联合报的信息引述台湾行政院的院长苏贞昌的话表示 对于国际友人对台湾的支持来访都非常的欢迎 相关的行程来访的时间等等都尊重访兵的安排 据悉佩洛西如果访问台湾 专机可能降落在松山机场 而台北市的警察局也针对其来台准备了红兵勤务 所谓的红兵勤务是针对非国家元首的重要外宾 维安勤务代号 有别于国家元首的勤务安排 报道说当佩洛西抵达台湾立刻启动维安勤务 包括确保沿路的安全 另外有前岛与店后的警车护卫 包括机场下榻的旅馆以及相关的访问地点 全城都安排警力为安 好再来看一下习近平要发飙的话 要等到二十大连任再说 来自法广的信息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星期四也就是7月28号的通话 据报顺利的完成 由于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传出8月份的时候访问台湾 北京当局与解放军频频的动客发狠话 如今佩洛西已经出发 他会不会去台湾呢 随其形成的发展紧绷的中美关系和习近平的态度 引发了世界关注和讨论 有分析师认为 拜习两个人事出年底前会亲自会面的意愿 这是这一次拜习会的最大突破 但是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深陷严重的分歧 且对话口气 频距火腰位 习近平甚至以玩火避自焚的重话来警告拜登政府 不要打台湾牌 把他说处于二十大前敏感时刻的习近平 是否会以美中大局为重呢 回答可以是相反的两极 为了突破共产党接班人的传统继续连任 习近平既有可能为了控制局势恶化 在会谈当中与拜登好好讨论各项两国关切的经济等一些议题 但是他也可能在外交辞令或者是气势上都越来越咄咄逼人 日经亚洲日前刊登了美籍华裔学者裴米辛的分析文章 文章说实际上佩洛西的访台并没有打破任何的潜力 经理其1997年访问台湾 当时他也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还有就是两年前捷克参议院的议长维特奇访问台湾 以及稍早的时候欧洲议会的副议长毕尔访问台湾 中国担忧的正是佩洛西此行可能会鼓舞更多的西方国家的高层官员 相继的访问台湾 从而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把他说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是佩洛西到访的时机 是今秋中共将召开二十大之前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急于寻求第三个任期 由于台湾是中国政坛最敏感的议题 习近平不能够示弱 务必展现强而有力的姿态 而由于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炒作 佩洛西一方面也不可能打消访问台湾的计划 否则美国将被视为屈服于中国压力而示弱 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台美中三方都能够低调形势 减少因为佩洛西访台衍生的政治影响 这一次美中关系危机虽然释出佩洛西 但是令人关注的并非是年高82岁即将离任的 这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而是将于今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寻求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 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于2018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期限 寻求创纪录的第三个任期 预料这可让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 现年69岁的习近平继续执政至2030年代 报道说根据美国外交杂志的分析认为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如果真的成行 可能会引发中国军事反应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借机攻打台湾 中国目前将稳定置于优先 至少在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前是如此 分析表示透过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 习近平将为中国带来新的治理和政治模式 在他的政治大戏结束之后 习近平将意图二十大之前的隐忍怨气 和国内外情势的诸多不顺变本加厉的讨回来 习近平将解除目前的约束 加大中国在海外的活动 摆脱2022年的尴尬处境 好再来看一下中英政治恶化 大量的英商正与中国脱钩 来自美国立的报道说 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长托尼丹克表示 与中国经商历史悠久的英国商人 由于担心英中政治关系持续紧张与恶化 正在考虑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而此举也有可能加剧英国通货膨胀的压力 丹克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 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金融时报在星期六 也就是7月30号的时候 刊登了这篇访问的报道 报道表示 丹克说 现在与我谈话的每一家公司 都在重新的考虑他们的供应链 因为他们估计我们的政治人物 将不可避免的加速迈向一个 与中国脱钩的世界 另外丹克警告说 如果英国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就必须寻求新的贸易伙伴 以及与欧盟这样的老的贸易伙伴 重修就好 否则商家的供应链成本将会直线飙升 英国同时也需要重新制定其贸易政策 另外丹克表示 如果政治专家和安全专家说的都对 我们都需要再一次成为好朋友 丹克认为英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新的战略联盟 他指出 在华盛顿公司为了与中国脱钩而增强坚韧性 是每一个人都在讨论的话题 路透社引述了英国官方贸易数据报道表示 中国2021年是英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国 中国输英商品占到了英国进口商品的13% 而且中国同时也是英国第六大出口目的地 但是英中两国近年以来 由于在香港等问题上的分歧 英国越来越警惕与中国打交道带来的安全关切 英国军情六处的处长摩尔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公开表示 中国目前是他工作的最优先要务 他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已然超过了对反恐的关注 报道说英国政府近年以来以国家安全为由 越来越频繁的阻止中国公司并购英国企业 目前最后两位争夺英国保守党领袖 以及首相职位的竞争者 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 以及前财务大臣苏纳克 都把对中国强硬当作各自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两个人还常常比赛看谁对中国更加的强硬 当客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对中国的一律升高也让英国公司不再愿意依赖中国 但是他也指出从其他国家或地方寻找货源 将导致价格更昂贵并且引发通货膨胀 他表示你不需要是个天才就应该知道 低价或廉价的商品可能已经成为了历史 报道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上个月飙涨到了9.4% 创下了40年以来的新高 而其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导致能源价格的飙涨 好再来看一下耿爽在联大大骂个别国家制造紧张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如果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在8月份的时候访问台湾 台海危机是否会明显升级 甚至发展为军事对抗呢 一些国防专家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美联社的报道也指出 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所引发的讨论 忽略了一个关键点 这其实是一个风控问题 真正的焦点应该是美中如何管控分歧 以保证对抗风险不会失控 报道表示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消息 引发了各界的激烈猜测 中方可能在军事和外交上做出何种反应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如果这场访问真的发生了 也不过是笼罩该民主岛屿数十年紧张阴影下的最新一幕 报道说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国防问题专家王志胜向美联社表示 重点不在于佩洛西来台湾 而是要看美国和中国如何有效的管控可能出现的风险 王志胜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周四 也就是7月28号的通话是双方如何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一个例证 他说拜登和习近平在关于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争论下进行了这个通话 至少表明了基本的相互理解 与此同时即便紧张的局势有所加剧 台湾继续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平衡 这主要是通过保持沉默做到的 而台湾驻华盛顿代表处的政治组前组长赵一祥表示 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尽了一切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挑衅 同时保持台湾民主的完整性 如果佩洛西赴台成行 佩洛西将是自25年前经理其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议员 台湾的专家们表示他们不认为中国会以直接的军事对抗来回应 因为重要的是依据背景来看待这一次可能的访问 赵一祥向美林社表示 这并非一个不必要的挑衅 而是符合美台之间已经建立的先例 报道说对于台湾这个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颇为孤立的政府来说 与外国领导人的任何交流都被视为是积极的 台湾行政院的院长苏贞昌在星期三的时候表示 我们非常感谢佩洛西议长 他多年以来一直对台湾非常友好和支持 我们将欢迎任何友好的外国客人来访 报道说中国则继续一贯的态度 反对任何国家政府与台湾进行官方交流 也继续在经济外交等些领域孤立台湾 报道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在星期五也就是7月29号的时候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会议上提到了台湾问题 称个别国家虚一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 但是没有点名美国 并表示个别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强调主权原则 但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挑战中国主权 另外耿爽还说中方以及其14亿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意志 坚定不移坚如磐石希望有关国家看清楚这一点 不要玩火自焚 另外德国之声就佩洛西访问台湾仪式 在星期五的时候在推特当中发起了一项简体中文的调查 截止到星期六也就是7月30号的中午 有超过3.4万名的网友投票 其中选择支持的达到了64% 选择不支持和无所谓还有其他的 分别为22%和14%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